小兔说电影,只为精品好电影 大家好,我是沈小兔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1998年上映的美国剧情片 美国X档案 影片用黑白和彩色两种色调来切换时间线技术 黑白讲述过去,彩色描写当下 这一手法的用意不言而喻 灰色而又沉重的过去永远无法被看起来鲜亮的现实抹去 爱德华诺顿扮演的主人公德瑞 由于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被一名黑人毒贩射杀 从此给他幼小的心灵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所以成为了一个极端的厌恶和反对黑人的极端种族主义者 而德瑞的弟弟丹尼作为X档案的记录者 哥哥的追随者 以亲历和旁观的两个视角 演绎和记述着这段历史 记载着哥哥那段仇视黑人的狂热岁月 德瑞拥有一个种族思想偏激的父亲 在儿子还未能独立地拥有自己判断是非取直之时 就像他们灌输着这种非理性的思想 近乎偏执地让他们接受 当父亲因为在黑人街区救火是丧生的时候 埋在德瑞心中的那些错综复杂的迷茫 混乱和挣扎 终于无可避免地转变成了愤怒 他终于完全相信了父亲的话 把一切罪恶的根源都集中到了黑人的身上 年少的德瑞以为自己找到了真理 找到了问题的根源 他崇尚希特勒和纳粹 把美国社会和各种丑恶和动荡都归结于黑人 在他眼里 黑人就是万恶之源 他开始肆意宣扬演讲极端种族主义思想 并把愤怒上升于行动 他的一言一行都指向了他自以为坚定的立场 无时无刻不对身边的黑人投以鄙夷的目光 与黑人少年发生冲突 哄抢少数族裔的店铺 他吸纳社区内同样受黑人欺负过的白人青年们组成帮派 成为了一批同样迷茫无助找不到出路的年轻人的偶像 他们发疯了一样的崇拜着他的言论与行为 争先效仿他身上的纳粹纹身 代表反传统的光头 德瑞如同一个恶魔般歇斯底里的攻击黑人和医民 甚至对家人恶毒的慢慢攻击 他与家人的矛盾不断升级 就在答应妈妈搬离家的当天 有两个进行报复的黑人试图偷搭的汽车 当德瑞发现的时候 他毫不犹豫地枪杀了他们 对待第二个还用了极端残忍的方式 当警车赶来 警察掏出手枪让他投降的时候 他从容地把手放在头上 脸上带的竟然是满足的笑容 他一定认为这样做是天经地义 即使这样的代价是失去自由 他要用自己的行为招式 这才是真理 当他被逮捕的时候 双手抱头不做丝毫反抗 他束拭着远处惊恐未定的弟弟 脸上得意的笑容 仿佛在期待一直支持他的弟弟 对他的肯定 但是他得到的还是惶恐 怀疑和不可理解的眼神 那一刻笑容开始僵硬 凝固在脸上 化为一种同样的恐惧 这仅仅是开始 即使他不愿意承认 在监狱里的日子 这个念头扩大 膨胀 直至让他固执的理念天翻地覆 德瑞刚入牢时 毫不犹豫地露出白人纳粹的纹身 加入牢里的白人帮牌 面对家人的劝诫 也似乎毫无悔改 然而 当德瑞偶尔得知 狱中的白人帮和敌人少数族裔 进行毒品交易时 终于下定决心退出并远离白人帮 与此同时 随着在牢中洗衣服 与一个黑人育友的交流增多 他们之间渐渐建立出了深厚的友谊 而作为白人 他与黑人的和解 又不为白人群体所忍受 于是他被排挤 在澡堂被白人肌间残忍地殴打 一种美好的和解愿望遭到了强暴 当德瑞奄奄一息地趴在澡堂的地上时 他手上的白人纳粹刺青 是如此的写目 充满了讽刺意义 他作为白人 遭到了白人强权 这件事情后 在悉尼老师的劝说下 他开始清醒 也开始陷入困境 他需要提防黑人和白人两方面的报复 从此他独来独往 独自阅读黑人朋友给他的书 同时在黑人朋友暗中周旋帮助下 他也不再遭到报复 最终安全出狱 然而他的弟弟丹尼 好像又在布他的后尘 跟随哥哥的脚步 一步一步地成为一个新的纳粹主义者 一步一步走进泥潭 他留着白人帮派特征的光头 拥有了帮派刺青 在历史课作业中大肆赞扬希特勒 在学校里 他歧视有色种族的同学 与黑人同学作对 当出狱之后的德瑞 再次面对家庭的时候 狱中的种种经历 让他退去了用愤怒包裹着的外表 终于发现了自己一直坚持的错误 在一次帮派聚会中 他向白人帮主表达自己离开的决心 告别了仍然执迷不悟的曾经的爱人 背上了叛徒的名号 带着弟弟逃离了混战 还好 他终于找到了通往真理的道路 现在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向弟弟讲述 他在狱中所遭遇的一切 并告诉他弟弟 他之前一直宣扬的 其实都是错的 德瑞开始关心多病的母亲 紧紧靠在母亲怀里 眼里充满悔恨和歉疚 开始怜惜自己以前一直与之称吵的妹妹 开始用自己的心灵来感化 仍在迷途中的弟弟 家人关系变得缓和与温馨 丹妮也完成了历史老师 要求他用最真实的心态 写完的一篇论文 美国X档案 同哥哥一起 死去蛊惑人心的狂热标志 完全化解了心灵之间的鸿沟 之后的第二天 他送自己的弟弟来到学校 兄弟两人简单的言语 代替了复杂的申请 临走前 德瑞告诉丹妮 我会好的 会抬起头来做人 我会在家里等着你 然而并非是如此美好的结局 故事仍然没有结束 警察与悉尼老师找到德瑞 希望他承担起责任 以在白人帮中的身份 化解一场冲突 而弟弟丹妮 被曾发生过口角的黑人小混混 用枪杀死在厕所 雪花剑满墙壁 丹妮震惊又绝望地 躺倒在了雪坡中 身旁是那篇凝聚着他的真诚 和哥哥学一类的论文作业 卷在一起 尚未开封 德瑞冲向学校 抱着弟弟的尸体 痛哭流涕 影片正要绝望地结束了 画面开始变得平静 夕阳 海浪 天空 缓缓的音乐 伴随着一段画外音 这是丹妮那篇论文的结尾 至少在她临死之前 原谅了这个世界 种族不同 从不代表彼此是敌人 而要试着以更多元的角度 看待人类的本质 歧视与极端的民族主义 绝不可取 我们不应该以仇恨代替反思 不仅仅在种族问题上 人性中的仇恨与愤怒 总会蒙蔽一个人的双眼 但它最大的危害是 连爱也会抹杀 很多时候很多事情 爱可以成为一种救赎的力量 但是在愤怒的盲从下 一切都不明一文 狭隘的激进的偏执 会解除恶之花 带来伤害 相互仇恨 源源相报 无知的暴力 不应该是问题的解决方法 现实的确无奈又残酷 但我们仍要相信爱 心里怀揣着爱 并且懂得反思与悔改 和解与宽容 这或许就是 美国X档案想要讲述的 这部电影我们就说到这里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见